说起农民,你的第一反应,肯定是朴实、纯朴、善良,这是我们从小就受到的教育。 说到农民的第一反应,农民们面朝黄土被朝天,心底最朴实,若不得巴黎沙子。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有着如此真善美第一面。 在现在的农村,就有这么一些人让人瞧不起。 好之懒做,做小行程的人,大多数的村民都是城市本分的,通过劳动获取相应的报酬,可不论在哪个村子,总是会有那么一些有手好闲的嫌害懒婆。 整天没事做,四处瞎网当,白天一觉到午后,下午进了麻将馆,一个珠子能玩到后半夜,度过去酒是他们的日常。 更有选择,因为没收入去申请务民保护,让劳动致富的农民们实在瞧不起,碎嘴,翻动是非的人。 这种人哪里都有,而且不些年龄,有男有女,天天没事就喜欢翻弄是非。 小玻璃姐,要么就是东家长西家短,谁家都看不惯,谁都有问题。 这种人唯独看不到的就是自己的问题,村几个混合。 无论村子大小,总会有几个地痞流氓,他们专横拔骨,毫不讲理,动不动就张嘴大骂。 村里人对他们都是有多元就多多元,占便宜的人。 这类人相当多,自己吃不得亏,卖合同必须饶炒酸,借了人家东西,总喜欢赖着不还,从来吃不得亏。 村民大多都看不起他们,不下顺的人,农村是最想下顺了,因为家人亲戚大多住的都很近。 所以相顺与否名演员很容易看得到,现在工作不好找,种地不挣钱。 所以很多人在家里啃老,啃老不犯法,但是打爹骂娘就不对了。 年轻时候,父母辛苦拉扯子女,老了的时候,要么就相互推脱,要么就找父母要钱才可看不。 这种人,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,都是被人瞧不起的。 隔壁老王,不守护道的人,农村真的是一个好事不出门,坏事传千里的人,偷偷摸摸的事情总没有曝光了一天。 还有一些妇女喜欢穿袒露的服装,勾引别人,在农村这样的男女,都是会被拖沫金刺淹死的。 有过牢狱的人,农村人对办法真是看得很重,如果谁坐牢了,即便是出狱后改造好了,也是很难得地尊重的。 如果是少年般的话,那么找对象绝对是相当的难。 其实,人是没有高低贵贱的,由于每个人接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品德修养不同,所以形成了不同的习惯习性。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荐,农民的整体素质也会得到质量上的提升。 不久的将来,这几类人可能都会消失不见。 另外,除了上述几类人,还有哪些人是被人瞧不起的呢? 欢迎留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 欢迎订阅本频道。